坐等特朗普解释。前律师曝光重要证据,通俄丑闻猛烈发酵。 作者——飞扬,图片来自网络,欢迎参与文维延伸话题。 特朗普真的很痛心,曾经声称愿为他挡子弹的亲信科恩不但,将与特朗普的私人谈话录音交给CNN,还为了证明特朗普通俄的事实,而再次火上浇油。 据环球时报7月28日报道,特朗普前律师科恩在本月27日公开声明,特朗普对发声在2016年6月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方人员议会仪式之情。 前些天白宫才刚刚宣布通俄门调查后才能举行美俄领导人会晤,现在却爆出这样的消息,看来是真的不打算给特朗普台阶下了。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表示对那次逆会并不知情,但似乎越解释让人越觉得是特朗普想要掩盖事实。 如果科恩的话得到证实,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就会受到威胁。 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,失败往往都是从内部开始的。 科恩作为特朗普的亲信,自然非常了解特朗普。 也正因如此,科恩成为美国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特朗普竞选一案的关键。 如今,自己最信任的人却成了站在对立面的敌人。 特朗普如果摆不平科恩,无疑会对个人形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。 特朗普要担心的也远远不止是这些。 今年科恩家里遭到FBI搜查,发现在科恩的文件中绝大多数都不受法律保护,很可能在一些文件中就藏着特朗普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当然这并不奇怪,作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骨干,他为特朗普做的私事显然不会少。 如今通俄门持续发酵,也是党派内动的结果。 今年即将进行中期选举,民主党和共和党显然要在通俄门事件上展开激烈争执。 希拉里的落选是对民主党的巨大打击,特朗普上任以后几乎先翻了奥巴马时期的所有政策。 这次如果能利用好通俄门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,夺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,那么民主党就能在国会与特朗普分厅抗力。 所以科恩事件必定会被民主党抓住狠狠炒作一番。 对于特朗普来说,能否在选举前解决科恩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至关重要。 要知道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。 在民主党内部,指责的声音甚嚣沉上。 况且特朗普在国际上树敌众多,甚至对盟友及本国企业的利益都动了歪脑筋,这比赞民主党早就想算了。 虽然两党之间的竞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,但是由于特朗普制造的重重矛盾,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,两党争斗必然更加激烈。 延伸话题,特朗普会如何解释科恩的爆料?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,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。